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六月出门遇贵人,荷包进账如流水,过年不愁没钱的生效,不要为了今天的困境而烦恼,而对未来丧失了信心,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。 当好运到来时,就有能力抓住机会一触即发,六月份开始有贵人相助,荷包进账如流水,过年不愁没钱的生效有谁呢?快来看看有没有自己吧。 第三,生效虎,出生在虎年的人好出风头,他们天生能得到上天的保佑,一生的运势非常好,还有贵人不实的帮助。 对生效虎来说,今天之后,就是打开了财富的大门。 在2024年6月里,正财偏财运呈走高趋势,一生也有助,源源不断地横财袭来。 第二,生效蛇,出生在蛇年的人,冷酷而又神秘,且有志有谋,是个注定能成大事的人,有高尚的品质,受朋友好评,但其内心常有阴毒与嫉妒心,致难以保持永久交情,心情易造多疑之律,而且好色,天生机灵聪明的生效蛇人,没有人能欺骗了他们。 2024年6月将给他们带来偏财运,有眼光的他们可以做短期的投资,一定能获得不小的财富。 第一,生效蛇,出生在猪年的人生性正直,不搅柔造作,具有强烈的责任心,待人热忱,重视友情且人缘脊椎。 在2024年6月里,迎来发片财到好运,同时事业上有贵人相助,荷包赚得满满当当,那是水到渠成的事。 如果总是在奔波努力住,注定会生活会非常滋润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要嫁就嫁他们。 老公属这三个生肖。 忠诚专一又痴情。 幸福安稳一辈子。 每个女人都希望老公。 对自己一心一意。 对感情,婚姻可以更加忠诚一些。 这样一来,自己的婚姻生活,才能幸福安稳。 而不用整天提心吊胆。 例如老公属这三个生肖。 他们对婚姻就很忠诚。 对老婆很专一。 所以老公是其中之一的话。 在结婚之后,生活很是安稳。 也能给老婆带来安全感。 让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 老公属狗。 要知道生肖狗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。 也正是因为忠诚。 让生肖属狗的男人从恋爱的时候, 就已经将对方, 视为自己一生的伴侣了。 能够对爱人全心全意, 且十分痴情。 所以老公属狗的话, 即使婚后有矛盾、争吵, 但彼此之间的感情, 却不会轻易破裂。 属狗男的忠诚, 能让婚姻更加长久, 能让爱情天长地久。 老公属蛇, 也许是因为生肖属蛇的男人, 不喜欢与陌生人接触的缘故, 导致自己身边的朋友, 一直不是很多。 更不用说异性朋友了。 所以在结婚之后你会发现, 这个老公似乎只对自己很热情, 对其他异性都很冷漠。 这其实就是属蛇男人的特点。 他们对陌生人一直都很冷漠。 只有熟悉的人, 才会拿出自己的热情。 所以他们的专一和忠诚无庸置疑。 性格如此, 导致他们不会变心。 老公属牛, 生肖牛的固执和倔强, 或许是他们的缺点, 也或许会成为你们婚姻生活中, 引发矛盾的关键。 但他们的固执与倔强, 也是你们能白头偕老的关键所在。 属牛的男人对感情专一, 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。 所以从恋爱开始生肖牛, 就已经将你视为唯一。 结婚之后就算有矛盾, 也不会影响他们对老婆的感情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鼠舌人注意, 你人生中有三个贵人, 快来迎接, 有一个绝对在你身边。 鼠舌人, 你人生中三个贵人, 有一个绝对在你身边。 家里有鼠舌的要注意, 生肖鼠舌的人, 外表淡漠冷静, 但其实内心十分热情, 在新朋友面前, 比较保护自己, 但与朋友相交较深厚, 便会处处关怀对方。 做事有计划, 有目标, 能够循序渐进地达到成功。 凡所喜爱的人是, 必努力争取, 上进心强烈, 使他们能获得一定的成就。 鼠舌人心地善良, 性格温和, 总能给人一种天静安然的感受。 所以, 他们往往人缘都会比较好, 也与佛有缘。 终其一生, 贵人运都会比较旺盛。 鼠舌人能够用满满的温柔, 和爱来对待世界。 世界也会用满满的幸福, 和美来善待鼠舌人。 由于具有天生的, 特有的智慧, 鼠舌人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主义者。 他们喜欢发现新事物, 谈求各种, 有意思的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文雅, 思问的鼠舌人很爱读书, 爱听名曲, 爱吃美味食品, 并且爱看戏剧。 他们被生活中, 所有美好的东西吸引, 一朵花一棵树的美, 也很容易打动这群, 独具艺术气质的鼠舌人。 舌年出生的人, 一生朋友满四海, 走到哪里都是贵人, 正是因为他们的高超情商, 具有擅长社交的本领。 鼠舌人虽然天生爱财, 但在朋友义气方面, 却也是非常地道的人, 绝不会出卖背弃朋友。 在伙伴需要帮助的时候, 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他们。 因此, 鼠舌人一生, 也注定能得到别人的慷慨解囊。 如果不经经计较, 能更加大方, 鼠舌人就更受财神眷顾, 迟早能发财了。 鼠舌的贵人属相, 牛, 鼠舌的人和鼠牛的人在性格上, 会有很多相反的地方, 但是他们却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 也就是说, 性格上的不同, 并不能说明他们不能成为好的朋友。 相反, 只要他们走到一起, 就会产生一种互补的动力, 令双方有相见恨婉之感。 鼠舌的贵人属相, 猴, 鼠舌的人和鼠猴的人之间的友谊, 只能是普通的等级, 到不了深厚的程度。 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里, 他们也只能是尽心尽力, 共同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而已, 不会有之外的感情。 可以说, 两人可以合作得很好, 但一旦事情完成了, 那么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里。 你还是你, 我还是我。 鼠舌的贵人属相, 鸡, 鼠舌的人和鼠鸡的人, 是一对不错的好朋友, 相互之间会有很多的话要说。 为了给某个同事开个玩笑, 或是协商起来忧谁一抹的话, 两个人都会想到一起去。 下了班之后, 他们又会说个半天, 把谁都八卦一番后, 到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, 就如再也见不到面一样。 鼠舌人的性格优点, 专心致志, 意志坚强, 温和、 自爱、 谨慎, 心灵手巧, 想法赋予柔软性, 有神秘浪漫斯文外表, 与熟练处事态度, 冷静沉住, 具有特殊才能, 有贯彻始终的斗志与精神, 不会炫耀自己才能, 而是暗自鼓励, 并按照计划逐步前进, 天生感受性及知性很强, 对别人, 却有善意关怀的应变能力, 机运上往往独占先机, 梦想以自以力量, 来创造飞黄腾达的事业, 但若缺乏合作精神, 而容易失败, 沉默寡言不轻易动怒, 凡是三思而行, 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, 很了解自以的能力, 很重视精神生活, 拥有来生的第六感, 即超人的洞察力, 对事物观与判断很强, 一生在财运上非常幸运, 从不缺钱用, 对金钱欲很强, 鼠舌人的性格缺点, 有时动摇不定, 为自己打算, 多疑有嫉妒和报复性, 心胸狭窄, 内心冷漠, 大事面前优柔寡断, 表面冷漠占有欲很强, 个性上有柔弱的一面, 不易亲近也不轻易表露真心, 更不随便与人交往, 生性虚荣, 常带怀疑的眼光, 情绪不稳, 感情一声波折, 知尽退善交际, 心稍带有极度, 不易与周边人相处, 重感情与金钱, 态度虽然千功有礼, 实际上是个不服输的顽固者,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